大家好,一秒钟过去了,然后我们现在开始,那个今天是讲小花课堂,我是那个木子小花留学工作室的小花老师,小花课堂第几堂呢,我也不知道了,咱就这样吧,然后咱就讲,今天讲的是大专生的留学方案,然后那个分三部分吧,第一部分咱们先讲,如果你在国内,那你要复日,首先你有两个选择,这个选择是根据你的日语情况来说, 第一,日语不好的学生,需要先走语言学校,然后去了语言学校在日本升学,第二种情况就是日语语已经达到N2以上,或者是有N1了,那在国内可以申请复日读研,就是研究生,研究生的话是,稍微说一句,有的学生可能还不知道有研究生这个东西,或者说一听研究生以为过内硕士吗,不是这个意思,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研究生的话是属于修士预科,修士的话,在日本叫修士嘛,就是在国内的硕士的意思啊,修士的预科叫研究生,常听小花课堂的人可能已经知道了啊,有这么个东西,研究生,那所以说大专生也是可以申请研究生,来过渡一下,然后在日本考硕士的。 接下来我们说这个,就是比如说日语不好,那我先去语言学校,去语言学校的话,我再次再稍微解释一下,因为有的学生经常会不知道我们还是免费的这样申请的一个情况,再次我再宣布一下,我们申请语言学校呢,是免费的,不收中介费, 然后那个,如果大家想去日本游学的话,可以跟我这边申请读语言学校的话,然后咱很多学生就会问啊,老师,你们不收中介费,你们怎么过呢? 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说,那个语言学校的话,我们把你介绍到学校那边去,他会给我们介绍费,然后我们只是只收这个学校的介绍费,所以不跟学生收费了,大部分学校都是这样的哈,然后那个国内, 那些那些收费的公司呢,他是基根学生这边收一份钱,比如说某某什么什么公司,收你一万块钱中介费,但是日方的学校的那个佣金,我们叫佣金啦,就介绍费,照样会一样一样的返还给他,我们的话是把这个利润降低,不跟学生收费,然后叫做临终介,这样大家就了解了。 那两个留学的这个,怎么说,形式哈,日语不好的读语言学校,日语好一点的读研究生,那你日语不好去了语言学校,在日本的话,需要怎么一个升学规划呢?有四种,在日本的话,你的升学这个方式方法就多了起来,第一,是重新读本科, 因为咱国内大专生学历的话,如果直接考硕士是不接受的嘛,所以说,第一个选择,你可以重新选一个更想,更喜欢的专业,如果你大专专业不是很喜欢的话,选一个想读的专业,然后参加留学生考试,重新考本科,然后举一个例子吧,我就是走的这个路线,当时我在国内是学的生物专业,然后是三年专科毕业过去的,然后那时候早期嘛,不知道有什么, 生年就剩这样一个路线,所以我就重新读了本科,又花了四年的时间。 这个弊端的话,大家就一听就知道了嘛,时间太久了,对吧,国内已经读完三年了,然后去了又读了四年,这样的话,就毕业之后会比别的人大一些,但是也没有因此而觉得我大了,大了几岁,然后我在日本工作会受限呀,会干嘛干嘛受限,其实并没有,这个但是不用担心, 唯一就是你付出的时间,以及金钱要多一些,那重新读本科的话,就跟高中生考本科是一个流程的,参加留学生考试,一年考两次,六月一次,十一月一次,考完以后呢,报考,根据你的分数,报考相应的大学,去参加学校的比试,参加学校的面试,然后合格的话就进入本科阶段,这是重读本科的一个流程。 然后第二种方式就是,大三大二的编入,这是一种方式方法,就是你进入某个学校,进入大三课程,这样你学两年就可以是本科学位了, 那大家听起来,一听大三编入好像比重读本科要好诶,那这样的话,为什么这么多人没太走大三编入这个方法呢? 它的弊端是,成功率有点低,就是你根据学校的招生简章看,它也没有说,一定有多么多么优秀的人才能报名, 但是问题是,能考上的人真的就很少,它可能招生名额一个是少,第二就是说,你不知道什么样的人,我能达到什么样的要求,我才能进入这个大三,尤其是好学校的大三,比如说动大呀,板大呀, 那板大的招生简章上,就是它的官网上,也有编入,大三编入这个入学的方式,但是真的是很难能考上,就根据这个,我给大家就是讲一个方式方法。 好,好,好,好。 就是那个怎么样才能了解到这个编路的要求呢 和上次咱们讲修士是一样的 就是你先进入这个学校的官方网站 通过什么上呢 就是3w.yahoo.co.jp 这是日本yahoo的一个网站 然后你搜索大阪大学进去之后 进去之后呢里边有学部学科入室 然后往里点 学部学科入室进去了以后 它会有学士入室编入入室 就是他们很多都是中文嘛 所以咱日语不好的孩子也这样可以看得到 趁热招生简章 然后就点编入入室 然后可以下载到他们叫目击要项 咱国内叫招生简章 打开看一下的话 一会儿我会把这个我下载的这个东西放到群里 大家也可以简单了解吧 我下载的这个是平成29年 平成29年就2018年吧 大阪大学经济学部第三年次编入学生的招生简章 里边会有募集到多少个人 经济经济科他们是要10个学生 那什么样的学生能够有资格来进入这个编入的这个出院呢 它这上面写的是 因为日本是4月入学嘛 它写的是到平成29年3月为止 你已经有了学士学位的 然后或者是说 你在4年制大学里边 已经学了两年以上的学生 然后或者是你是短期大学 然后就是在国内大专这样的已经毕业的学生 第四种情况就是 在国外的上学的人 123 就是能够认同你是你是属于123这三种情况的学生 就叫资格审查了这种 它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出院手续呢 就是首先你得把这些需要的材料 全部整理好 邮寄给学校去 都需要哪些案 入学院书 学校指定表格填写一下 二 剪定料 剪定料三万日元 就跟老板科是一样的 三万日元的话 其实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相当于现在1800块钱左右 把人民币的话 所以说你如果报两所学校就六万 报三所就九万 报一所学校的话 所以还要慎重 因为这个钱真的是挺心疼的 然后材料方面的话 就是大学的一些预毕业证明 或者是毕业证明 然后成绩单 日语证书 大阪大学的话 进一学部 它原则上是要求 日语能力考试要N1水平的人 才能报考 要提交这个复印件 所以说一般学生达不到N1的话 也是不能编入的 对 大概就是这些材料 其他的就很简单了 学习学力方面的东西 就是你能力方面的话 只需要你国内的毕业证明成绩单 和你日语相关证书 然后他通过这些资料来审查 进行比试面试 那就会根据你提到这些材料 以及你的口语表达能力 来判断是不是行 所以说 这样看起来的话 它的入门并不高 你达到N1可能稍微难一点 就这一个要求稍微难一点 其他的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所以说可能报考的生很多 这样的话 你被刷下来的几率就大一些吧 所以编入的话 目前我了解到的成功率不是很高 通过这个学校的官网呢 除了你能够下载到 就是比如说大三编入的招生简章 刚才第一个我说的本科 入学本科的这个招生简章 也可以下载到 第三种就是像 如果你想申请研究生 大学研究生的话 也是可以下载到 就是学校的官网上 你浏览一下入市情报那里 想要下载什么东西 都可以找到的 只是说过去试题集 有的学校网站上会公布 有的学校是不公布的 比如说我刚才浏览 这个大阪大学的时候 他们各学部的这个考试 就是需要去学校那边去阅览 而且是分学部 然后我下载了一下 下面写的是 如果是文学部的学试入学呢 你是可以去那个 如果是人间学部的编入呢 可以阅览可以复印 有的像外国语学部的话 编入就只能是阅览 都不能复印 每个地方就不太一样 通过这个过去试题集 大概学生们是可以 就是感受一下 当时的就是考试难度 如果是我来考的话 能达得怎么样 对自己升学吧 算是有帮助 所以说一般考本地的学校的话 不管是去看资料啊 还是申请了什么东西 都比较方便一些吧 然后说完编入的话 第三种情况就是说 我不是很在意这个学历 我也不想读本盒 我也不想读编录了 那我想学一门首艺 这样的学生也很多 就是你可以进入日本的专门学校 日本叫专门学校来学习 专门学校的话 主要学些什么样的内容啊 刚才我搜了一个很好的网站 可以跟大家分享 上去之后呢 就是能够招收 就专门为外国人 那个开设的一个 叫你日本留学LAB 然后你在里面可以搜索 你想去的地域 然后我是想学什么样的专业 通过这个网站 大家能看到 专门学校都学什么 真的是特别专业 料理啦 漫画啦 fashion 什么 时尚啊 然后自动车呀 借户啊 美容理发呀 设计呀 音乐呀 这些都有 甚至还有动物宠物系 幼儿教育系 什么 插花呀 福祉啊 摄影啊 IT啊 设计什么的 这些都有 就是学的是 很很专业的一个东西 往往等科课程的话 就学的比较广泛 不是特别的精确 然后如果想学手艺的话 专门学校也是不错的选择 然后 而且在专门学校毕业之后 在日本就职 也是可以认可的嘛 只是说专门学校 类似大专 直高 更专门一些吧 反正它会发一个 就是你专门 叫什么专门式的一个学位 然后出来以后 但是国内的话 咱们中国认可度稍微低一点 但是其实学到了手艺的话 对于工作 我觉得没什么影响 因为如果我是领导的话 我更希望有一个专业的人 而不是他的学历 专门学校的话 弊端是什么呢 就是 学费稍微贵一点吧 我觉得稍微贵一点 就是 可能一百多万 甚至两百万的都有 当然跟学校有个不同啊 不一样吧 还有跟你学的这个专业 什么不一样 刚才我发的这个网站 大家为什么可以浏览一下 然后选择 比如说我选择东京 神战川 就是横滨啦 横滨这块 然后选择设计 选择留学生 日本语教育课程 这么搜几个 然后下面有个检索 检索之后 它就会出来 就是符合你条件的一些 专门学校的一个 算是网址 就是全部学校的列表 然后你登记这里边 看看 就游览一下 再点击每个学校的名字的话 进去之后 特别全 就是稍微咱们中国 打开日本网站的话 它这个打开的速度有点慢 比如说我点开了一个 东方学员影画专门学校 甚至之后 学校的学费是多少 留学生招收多少人 然后学校的官网是什么 地址在哪里 电话是多少 全都有 所以我觉得 我发现了这个网站 真的是非常好 学生们可以自己 自己没事就多看看 好 这三种在日本女生学的方案说完了 然后最后一个说研究生 这里虽然放到最后吧 这是我想重点说的 那个也是我最推荐的一个 因为它不管是时间方面省时 第二就是费用也不贵 第三是出来的学历还高 所以说我比较推荐这种方式方法 研究生的话 属于刚刚也说了嘛 修士预科 因为咱们大专生 正规大专是三年制同招大专 然后也是完成了15年的教育 在日本如果升学硕士呢 是要完成16年的教育 所以咱就少一年 然后那这样的话 你申请修士的时候 那个院校范围是受限的嘛 就是所以说要在 接受大专生的 比如说国公立大学里面 先学一年的预科 然后再在考硕士 这样就等于是补足了 那一年的教育经历 变成16年教育 然后再考硕士 有些学校是认可的 稍微随便说几个 并不是说老师接受大专生的学校 甚至不好 并没有 就是它不是像东大早大这么有名 但是你去了日本就会发现 其实在当地的 就是地方上 这些国公大大学是口碑很好的学校 举例比如说 横滨市里大学啦 奈良教育大学啦 什么 奈良女子大学啦 类似这些地区 没有很繁华的地方 然后但是他们是接受大专生生硕士的 所以先读一年 研究生为预科 那这个研究生的话是怎么申请 因为你已经在日本了嘛 在日本的情况下 你是可以跟老师取得面试机会的 所以要相比来说 比国内申请研究生来的成功率大一点 而且老师觉得 你在日本生活了一段时间 不管是口语方面 听力方面 还是这个适应日本能力方面 都和国外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学生 如果你现在是大一 你现在大一的话 你是专科学历 那你还有两年时间复日 那你就要在国内好好学日语 争取复日的时候 就已经有N2以上的水平 这样你可以在国内是研究生 如果你现在大三啦 你日语才刚开始 那你只能先去日本的读语言学校 然后在日本如果想升学 想考研究生的时候 可以再联系我 然后我们也是可以帮在日的学生 不管你在国内还是在日吧 都可以帮你申请研究生的 然后刚说语言学校 像我们是零中介嘛 不收费 免费的 但研究生呢 我们是收费的 顺便把价格也说一下吧 就是如果你在国内的话 流程比较麻烦 除了帮你申请导师 帮你提交材料 还有帮你申请再留签证的一系列 大概得半年以上的服务时间 我们收费是29,800 如果是在日呢 如果你在日本读研究生的话 是19,800 就比较便宜 今天讲的这个大专生生学方案 大概就这些 我再从头稍微说一下 就是说 首先你在国内的情况下 有两种复日方式 日语不好的呢 去读语言学校 日语好的申请研究生 那如果你已经通过语言学校 进入到日本了 那你在日本的升学方是有四个 一个是重读本科 第二是大三编入 第三是专门学校 第四是研究生 这样四个升学方式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可以在群里提问 然后我会及时给大家解答 或者是说单独私聊 我也可以 然后我的微信是 木子小花全拼 木子小花521 木子小花521 大家可以加网咨询